現在呢在俄羅斯這邊現行遭遇的恐攻意外 他們的聯邦安全局長說 這基本上就是烏克蘭、美國、英國 參與了這一起事件 他們提到了 雖然ISISO出來說他們犯案 好可問題是 這應該是由他們跟西方特務 共同筹划執行的 直接講烏克蘭特務呢 就有直接參與這一起的攻擊事件 那他們就說他們確信如此 這是一個整體的脈絡 一個整體的訊息 目前知道的是呢 這個塔吉克人好像也有涉案其中 因為呢他們在網絡上公佈了這麼一張照片 疑似呢這四個嫌犯通通被刑囚了 好大家就在說 這個時候公佈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呢大家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怎麼會這樣刑囚這一些的嫌犯 好大家說背後釋出的訊息 可能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跟西方人不一樣 跟他作對的會遇到殘酷的懲罰嗎 或者是說這個就是普京 style 他在處理事情 希望殺雞儆猴這樣的一個作為 好現在呢 對於歐盟以及西方盟友來說 他們最直接的就一個信念 就是看起來普京連任成功 看起來他要再次進攻 不能讓他贏 這次已經不是在把烏克蘭放在前面 說烏克蘭很重要 我們要保護他什麼 他講得很直白 講得是 這是為了歐洲 還有美國的利益 他們直接講到了 說呢 在目前為止 跟慷慨沒有關係啦 是出於我們自己的利益 所以現在你也看到了 在五國聯軍援屋之後呢 北約這邊各國都開始強化軍備預算 好多人都說F-35以前沒有要買 現在是不是開始也來買 紛紛在買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希望能夠自保 擔心是不是真的普京某一天 就會直接對北約來宣戰 然後這個動作之後 就是美國軍火箱 又賺錢啦 到目前為止呢 戰事持續進行 而烏克蘭這邊的 呃 申訴他們是講說 俄羅斯對他們是越攻越猛 最新一個就是他們的耗時導彈 說呢 直接就打到了他們的 烏克蘭情報總局局長 還有安全局局長 目前在 俄羅斯這邊的講法是 直接就讓他們從雷達上面消失 耗時是一個超高音速導彈 過往沒有出現在戰場上 這一次算是他的實戰的一個表現 好大家看到的是呢 他是從克里米亞發射的 到基輔呢 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那這一次的這一次事件 就會讓大家看到 俄羅斯真的是在這個戰場上面 目前又重新回過頭來 再加壓了嗎 也大家看到了 過往烏克蘭用的很好的星列 現在傳出俄羅斯也開始繞過制裁 從第三國買來用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場戰事看起來還有得打 而且可能打得更激烈 應該要怎麼樣來理解其中 請教一下賴老師 因為呢 這裡面有一個轉因因子 就是那個恐攻事件 他現在直接講了 烏克蘭 美國 英國 你們一起幹的 對 對烏克蘭來說的話 他目前面對一個 艱難的一個處境 他必須要想方設法的去釐清楚 去澄清 不是他所幹的 現在的俄國是非常努力的 要強調跟證明說 就是你烏克蘭做的 所以他一口咬定 就是你美國 英國跟烏克蘭 你所做的 就跟北溪二號線的情況一樣 都是恐怖主義的攻擊 所以他的報復 他的反擊有正當性 而且一旦如果他咬定了 拿出足夠的證據 證明是烏克蘭做的話 那這樣的情形下 對於這個美國跟北約的國家 就不能夠再協助烏克蘭了 因為一旦協助的話 那這個就是恐怖主義者的幫兇 所以對俄國來講 一定往這方面倒 對美國跟英國跟北約的國家來講 他一定要想辦法澄清 說就是IS做的 絕對不是烏克蘭做的 不管你拿出什麼證據來 他一定要咬住就是IS做的 絕對不是烏克蘭 因為不然的話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那個情況就會發生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來講 雙方都在打認知作戰 那問題就在於 俄國沒有提出 充分的令我們幸福的證據 美國也沒有提出 充分的令我們幸福的 IS犯案的證據 目前都沒有 因為主謀者到底是誰 到目前為止也還不曉得 可能要等到再過一段時間 那麼更多的證據顯示出來 我們才能夠做判斷 說最終這是誰所做 但是不管怎麼樣 俄羅斯已經做了一個動作了 他就一口咬定 就是你烏克蘭的情報局 跟安全局所做 所以你會看到 他第一時間就去攻擊了 而且打得很準 那目前來講 這些安全局 跟情報局的工作人員 有很大的死傷 因為普丁他一開始他就說 你把在烏東地區接應的 就是說在烏克蘭這個地方 接應的這些人 你把他叫出來 因為他們是在邊界被攔下來 那攔了11個人 攔了11個人裡面 四個是嫌犯 那其他的七個 是幫助他準備偷渡 進入烏克蘭的 那你要進入烏克蘭 烏克蘭的方一定有 這個接應的人 俄我要求你 烏克蘭把他叫出來 那烏克蘭一直否認說 根本跟我無關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那對於這個人 烏方的人 俄方就是說 那你一定把他們殺了滅口 所以他第一時間 就先把烏克蘭的 他的安全局的局長 或者情報局局長 如果能夠在第一時間殺了他 然後讓這些人 接應的人沒有辦法被滅口 那如果俄國的特工人員 能夠進去把他們抓回來 那這樣的話 可能可以提供更多的證據 但是問題就在於 你一旦行求了以後 你的證據還有效嗎 對不對 我們一般來講 經過行求的證據 基本上來講 是不太能夠採用的 所以我們看到 未來的發展還會更複雜 歐盟的這個外交部長 他所說的是實話 因為如果說烏克蘭 或者烏東地區被俄國所掌控 那基本上黑海就會 會完全落入俄國的控制範圍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烏東地區 是烏克蘭的重工業中心 如果俄國掌控了烏東地區 那俄國的綜合國力 跟重工業的能力 跟軍火工業的能力 會往上走一台階 所以在這個目前的情形下的話 歐洲跟北約 其實是要利用烏克蘭 去牽制俄羅斯 那這個就是符合歐洲人的利益了 所以我們已經完全可以理解 當初就是歐洲人跟北約人 他們去利用烏克蘭 去搞壞跟俄國的關係 這個就是印證了 基辛吉跟梅克爾的判斷 說你烏克蘭如果要保衛 你自己的安全跟和平的話 你只能從中立 不能夠倒向我們 一倒我們 那整個悲劇就會發生 烏克蘭的領導人 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 所以帶來的烏克蘭人 重大的悲劇 其實現在你看到在俄羅斯 俄乌戰爭的前線 除了說這個鋼石 他現在用的是超高音速導彈 直接放到戰場上之外 包括了伊斯坎德爾的短程 彈道飛彈先前也都出現過 而最新一個消息是 就在他們頻繁的 在發射飛彈導彈的同時 發現波蘭這邊有個將領 說竟然是休假的時間 陣亡了 地點有可能就在 烏克蘭地下指揮所 到底現在北約跟烏克蘭之間 跟俄羅斯之間 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先進廣告等等 回來繼續請專家點評 好我們剛講到在俄羅斯 他們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動作 在恐攻事件之後 其實他們也開始在定調了 請教一下聖峰委員 是 這樣子 這個現在是信息非常的有限 所以要現在探知真相 是言之過早 但是我們來看幾個有限的信息 透露出來我們可以來看一些 值得我們去觀察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買兇殺人 但是是歸給恐攻的人頭戶 IS 現在你不在IS是恐攻的人頭戶 任何恐攻發生 就IS就在這就是我 就是我 是不是他不重要 那問題就在哪裡 我們看出來 是買兇殺人 而不是聖戰士 因為他整個的過程裡面 所以顯然不會IS去買兇殺人 IS有的是可以殺人的聖戰士 所以IS是假的 那誰去買的 這個第一個問題 就值得我們來看 第二個 你覺得公布那四個人像殺手嗎 那我覺得人已經漏到 蘇聯的手中 俄羅斯的手中 那他公布的這四個 看起來不像殺手的 是殺手嗎 那會不會再換某一種煙幕 正在掉什麼東西出來 因為這四個實在不太 而且他是刑求了給你看 不是講我的態度 這裡面都是很詭異的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來講殺手 這幾個人在那麼大的場合裡面 拿的槍是形形式的開槍 昨天我就提過了 要開槍沒有那麼簡單 普通人一把槍丟給你 然後對著人這樣開槍你敢 你躲都躲死了 所以那個開槍的人 跟現在抓到的人 是不是同一批人 有沒有被調包 假若這四個是真正的兇手 我不認為俄羅斯現在會公布 你想想 因為他不合邏輯 他一定不太是 所以這四個人在往路上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已經被調包了 所以抓了四個不是的 既然不是的 所以我現在正在 布一個什麼樣的集給大家看 來 另外一個信息 是塔吉克政府 打死不承認 這幾個是塔吉克人 而這幾個人說 我是塔吉克人 這個這也很奇怪 所以現在是有限的信息 沒有辦法得出真相 但是有限的信息 都提供我們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所以這一個事情 我覺得後面還有得發展 但是可以做一個結論 最倒楣的一定是烏克蘭 因為站在俄羅斯的立場 無論只有這一比仗 一定要掛在烏克蘭的身上 這樣才有理由 把特別政治行動 變成為戰爭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要請賓哥幫我們總結 節目最後要請賓哥幫我們總結 我覺得這個歐盟外長 大家看起來他好像講了一個大實話 他現在不再告訴你是為了烏克蘭 為了人類和平 為了什麼都不是 他在告訴你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 其實這就好像什麼你知道 這就好像以前不是很多環保組織告訴你 我們要愛地球 我們要維護地球環境 然後講了兩個 我們要愛護動物 其實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是因為保護地球的目的其實是為了人類 因為地球環境如果產生變化 人類就會滅絕 同樣現在他很直接了讓告訴你 我們在烏克蘭提供武器 提供金錢跟對抗 不是為了烏克蘭 是為了烏克蘭如果丟掉了 下一步就是我們北約了 他現在要告訴歐洲的人就是這個東西 為什麼他選擇這個時候講這個話 其實理由很簡單 因為歐洲這些國家都在打退堂鼓 你用過去那些美麗的幻想 已經號召不了他們 因為歐洲這些人民現在都過得很苦 大家都快苦節了 所以大家都已經不願意再去幫助烏克蘭 所以歐盟外長只好這樣講 希望說這是牽涉到你切身利益 難道不拿錢出來嗎 可是我覺得這個時候講這個已經遲了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拖了兩年 對歐洲這些國家來講已經非常非常疲憊 他們能夠幫的也實在是非常有限 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其實講實在話 整個大勢對烏克蘭是相當不利 特別是現在又因為這一個恐攻事件 讓普丁找到一個非常好的理由 非常好的藉口 而且很多人會說 你這樣直接載給烏克蘭 誰會相信 我告訴你 歐洲你相信不重要 俄羅斯人相信就好 他的目的就是講給俄羅斯人聽的 叫俄羅斯人相信 因為只要俄羅斯人相信 他就願意我要徵兵 我要加人軍備 我要花錢 他們都願意 那只要他願意就夠了 這些人就是撫軍的後盾 那烏克蘭就要倒大煤了 據說俄羅斯馬上要多徵 30幾萬人上 是 對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烏克蘭的身利軍在哪 他現在連女人都不夠 不要說是男人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我認為接下來如果歐盟沒有辦法 積極給予烏克蘭援助 恐怕戰事在短時間之內就會出現 因為世界上的有好事 可視 las有的 把很打扮 你不去 你不去